紐約市火車司機撞向單車道 至少8人死亡 星期二下週3時05分 一名恐怖分子用租來的火車 撞向紐約市曼哈頓 一條分隔開的單車徑 造成至少8人死亡 11人受傷的慘劇 傷者包括2名兒童 最後一部火車在同一部效巴傷狀後停下 警方表示 一名火車司機是29歲的沙弗洛西婆 他還曾雙手拿著假槍 跳出火車與警員對峙 警員表示他在跳出車前 曾經用阿拉伯與高夫爭處萬歲 紐約市市長表示 這是一個膽小的恐怖襲擊行徑 警方最後射中他的腹部將他制服 目前他被關押後審 紐約州州長相信 這是一次獨立的襲擊事件 出示地點來世貿中心紀念碑 只有幾個街區 也是當地著名的單車徑 而今天在附近Greenwich Village 每年都會有上百萬市民 參加萬聖節遊行 在意外之後 紐約市市長宣布 遊行正常舉行 天后維持記者 蘭麗拉報道